简单说一下歌手2024第六期的结果 这一期最后第一名是孙楠 第二名是凡西亚 第三名湘提莫 第四名纳英 第五黄轩 第六名是汪苏龙 第七名是张玉琦 这一期来了两个冲榜 歌手分别是尚文杰和袁雅维 尚文杰冲榜对战的凡西亚 冲榜失败 袁雅维冲榜对战的是湘提莫 冲榜成功 那排最后一位的第七名就会被淘汰 就是张玉琦 我觉得这期唱的最差的 其实应该是汪苏龙 汪苏龙这个难听 好像又上了这个热榜 而且还爆了 这首歌我感觉汪苏龙就是自暴自弃了 别的都不用说 他其实就是不想唱了 所以他当他得知他不是第七名的时候 他比张玉琦还惊讶 他真的想赢赢不了 想留留不下 所以他这期选择唱了凤凰传奇的奢相夫人 就有一点点自暴自弃的感觉 结果最后还没走了 挺可惜 那第一名是孙楠 我不同意 我觉得孙楠这一期排名 有点过于人情世故了 如果说上一期 他的排名还相对来说合理的话 这一期孙楠确实不应该在第一 我觉得第二名的凡西亚和第三名的香提莫 都比他唱得好 杨雅维唱得也挺好 那这一期我个人觉得第一名应该是凡西亚 第二名应该是香提莫 然后才是孙楠 那四五名 一个纳英 一个黄轩 纳英这次唱的这个忘不了 童安阁的首歌 我感觉他没有把这首歌的这个精华唱出来 纳英这几期给我的感觉始终是高不成低不久 上一期是他最近这几期表现的最好的 但是他在低音的部分还是有一些问题 我挺奇怪的作为一个专业歌手这么多年 为什么老是在这个音准上面会出现问题 今天也同样 虽然后面高音上去了 他现在经常是为了后面上高音 前面就唱得比较低 但是唱得比较低 他又下不去 就不稳 不稳就会出现音准的问题 那你如果要说纳英音准没问题 你听听凡西亚 听听香提莫 听听这个袁雅维 我觉得能听出来 那黄轩今天的表现我觉得是不错的 他跟纳英的排名 其实谁在第四谁在第五都差不多 然后就是两位冲榜歌手 尚文杰其实发挥的不错 唱这个《归途有风》 但是我个人 我一直不是太喜欢尚文杰的音色 但是他挑战的却是凡西亚 所以失败了也正常 River唱得非常的好 今天凡西亚应该是实至名归的第一名 凡西亚这么多期以来 始终本居前三 确实很有实力 这个年轻女孩展现了各个方面的能力 今天还展现了一下小提琴 所以今天的冠军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凡西亚 第二名应该是湘提莫 This Love 唱的也是花样百出 他们是在不停的挑战自我 这个拿出新东西来 而我们这边的歌手 相对来说这方面差一些 那袁雅维唱这个Soul 唱这个R&B的曲风 本来就是很擅长 他现场表现也非常的好 而且袁雅维之前也说了 全开麦这是歌手应该做的 全开麦虽然他可能不完美 但是他更真实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歌手应该做的 而且袁雅维身上有这种 外国歌手身上那种自然和放松 你作为一个歌者 这是你最擅长的事情 为什么会像纳英那样 总是感觉特别紧张的 我就不理解 我真的不理解 谁能来告诉告诉我 纳英老师歌坛唱将几十年了 这些东西应该是信手年来的 你们看到谭经在黄河边上 这个清唱就玩 就是说来就来 应该是如此 而且来就是高水平 所以我不理解纳英为什么总是紧张 那这一期本来说断媒要来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形成问题什么来不了了 所以来了两个冲榜歌手 那纳英现场也问这个 邵文杰 你请假就请一天 所以有可能也是剧本安排 作为一个综艺节目 有些内容 我们确实不好过细的讨论 那每一期 我就是就自己的听感 发表一下感想而已 那这期我觉得第一名应该是凡西亚 第二名湘提莫 第三名孙楠 第四名 第五名 纳英或者黄泉 谁都可以 第六名张雨琪 第七名应该是汪苏龙 就这样